我们人经常会身体不舒服 这是因为个人的意识太强 你们知道有的时候一个人啊 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两天怎么这么不舒服啊 哎呦我会生什么病吗 哎呀我会得癌症吗 哎呀我怎么这里不舒服啊 有一个人就是这样 一摸哎呀长了个小疙瘩 其实长个疙瘩 差点肥澡多吸吸澡就没了 一摸哎呦会不会癌症啊 越摸越大 我的妈呀到医生这里去查了 医生马上说切片 啊要看不知道是良性恶性的 要割掉吓都吓死了 所以人啊自己的意识 等于把自己的靶子啊 太显化自己了 容易接受到周围别人发出的信息 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你们听过收音机 收音机在越强的信号多的地方 你只要有一个声音出来 叱叱叱叱叱叱叱 就是你的声音出来 就是你靶子不要出来 所以人家说枪打出头鸟啊 对不对啊 人怕出名 猪怕壮 为什么 猪壮了之后就干嘛了 在啦 太肥了 所以一个人要懂得低调 你状态好 心态好 对不对 身心空的 周围没有办法 影响你 这样的话 你如果能够 经常用自己的状态很好 你就顶住别人 对你说三道四 所以很多人被人家 在社会上说三道四 而自己倒下来 就是这个道理 你看我还没说倒下来 你知道倒下来 所以 自己身体不好的人 记住了啊 如果你们身体不好 很容易受到别人情绪的影响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苹果 有一点点烂的 你放在一个空气很闷热 这个环境很不好的地方 它越烂越快 对不对啊 同样放一个苹果 没有一点烂 你放在这个位置上 它不一定会马上烂掉 对不对啊 所以你已经感觉到 身体不好的人 不要轻易的去跟那些 天天说自己倒霉啊 天天说自己 哎呀我真苦啊 不要去 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会受他磁场的影响 磁场 太显化 容易受到干扰 所以话多的人 容易被人家攻击呀 我说的对不对啊 不讲话的人 不容易给人家骂呀 话多的人 很容易被人家骂呀 对不对啊 所以学会 话要少一点啊 有时间多念点经啊 还能陶冶自己的清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